国庆节和腐蚀泡井水是一种什么体验? 没错,就是一具在井里泡了15天的女性腐蚀 老孙头最喜欢喝农村老家百年沉酿的井水 喝一口神清气爽,喝两口飘飘欲鲜 国庆节这天,老孙头终于回到老家 第一时间就抽了几重喝喝看 味道怪怪的,一种臭丝袜逐洗脚水的口感让老孙头意有味劲 于是,他便打开井盖一探究竟 当井盖被打开的一瞬间,把万只苍蝇宝宝从井口一涌而出 老孙头扒开苍蝇宝宝定睛一看 一具白花花的裸体女尸赫然立在井里 老孙头下的当场尿了一裤头,跌跌撞撞的报了井 警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女尸打捞上来 然而这具女尸之所以成为一具女尸 是因为她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白天不懂黑的夜,袁宗陪你看世界 故事回到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 地点湖南长的 一名姓周的男子报案称自己的姐姐周平被绑架 据周某描述,姐姐周平的手机几乎从来没有关过机 但直到中秋节匆匆见过一面以后 她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原来周平家正在修新房,按道理他没理由突然失踪 周某认为周平长期在外打拼挣了不少钱 回来在麻将馆打牌也是习惯性把一大碟钱摆在桌面上 她的失踪肯定是因为陆父被人绑架了 周某回忆,当天姐姐周平来自己家拜劫的时候 说是租了一辆车过来就停在门口 因为司机也一直在催 所以周平跟自己没聊几句就匆匆坐车离开了 周某夺方打听,终于得知这个司机名叫素门庆 他也跟周平一样常年混迹麻将馆 但他可不是什么黑车司机 而是一个做工程生意的大老板 周某火速拨打了素门庆的手机 然而素门庆却一口否定了当天开车接送周平的是他 两人本来约好了在茶楼见面 然而素门庆却爽约了 连电话也关机了 他肯定是在说访吧 因为明明明明明明天下午是坐着他的车到我家里 第二天他就不承认的 那明明这个事情里面就有咋了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素门庆真是一个做生意的大老板 按道理怎么可能因为周平的点钱而绑架他呢 经过警方对素门庆的摸底调查 原来素门庆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 他就是一名塑料厂管市场的临时工 他平常在外面和这些朋友讲 现在找的这个女朋友 这个小五 现在的这个女朋友的父亲 是一个建筑包头 实际上通过我们的了解的话 这个小五的父亲 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医学家 这台车显示自己有钱 是个老板 原来这货根本就是个劣迹斑斑的前科人员 平时开的车也是花了六千块钱租的 这样看的话 这货跟周平混在一起 嫌疑就大了 周平失踪当天 素门庆的父亲和女友一直打电话 随他赶紧回家 但素门庆一直谎称常理 有时走不开 直到夜里十二点才回来 带着女友和小孩开车回城里 民警找到租车行 调取了车辆GPS信息 惊奇的发现 素门庆当天还真去过周平的弟弟家里 但他却极力否认这个事实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中草药 难道这货真是绑架周平的凶手 但是周家人也并未接到过勒索电话 甚至周平的银行卡也并没有取款记录 那这个素门庆不是图彩 又是图的什么呢 民警根据车辆GPS显示 素门庆当天和周平显然是一整天都在一起 但素门庆却跟家里人扯谎说常理有事 而周平到弟弟家时也口口声声称素门庆 只是他过来的司机 他们两个到底在隐瞒什么东西 这两人显然不只是普通牌友这么简单 民警到茶牌室调查 他们的牌友也表示 这二人的关系貌似不一般 周平比素门庆年龄大 素门庆的女友小五比素门庆又要小很多 素门庆与女友小五原本打算开年就领证结婚 为何办到突然杀出个周咬金 据了解 小五没有工作 而素门庆也没多少经济来源 民警猜测 素门庆极有可能是图周平的钱财而移情别恋 素门庆归还车辆的动作也是令人十分疑惑 他是凌晨给租车行老板发微信 说自己突然要去外地谈生意 只能连夜退还车辆 9月16日一个超市老板向警方反映 他见到过素门庆 当时素门庆说要奢一批烟酒饮料 自己嫁女儿要用 因为两人也见过面 所以超市老板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素门庆分两次拿走了八千多元的香烟 而酒水他却从来没现身去过 超市老板曾多次拨打素门庆电话 却显示已关机 他这个女儿 由我们了解的话 现在虽然谈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还没有到这个谈和弄嫁的这个时间段 也不存在什么要这几天之内要嫁女儿的这个事情 话说周平身上也有钱 素门庆不可能因为私奔 通过诈骗烟酒的方式来筹集资金 所以警方猜测 周平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真的周平已经被他杀害 那素门庆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2016年10月1日国庆节 老孙在自家井里发现了女士 警方断定 这肯定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因为自杀不可能脱掉衣服 挑进井里 再把上百斤的井盖又自己盖好 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覆盖 现场产生的毒气味道极其上等 水井又窄又深 给尸体打捞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勘察的话这个工作懒斗太大了 因为人不能弯腰 眼睛也看不到的 我是当时眼睛也看不到的 完全就是用脚来扫 经法医师简得出结论 死者死亡时间是15天之前 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通俗讲就是被掐死的 巧合的是 女死者被发现的地点 正好是周平的老家 后家属辨认 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周平 有当地人的话 或者是了解情况的人才能了解 才能知道这个地方是没人住的 而且知道这个基本上批是没人用 所以这个嫌疑人的话 才敢把这个尸体往里面抛 而抛尸地距离宿门庆的父亲家 仅仅一公里路程 宿门庆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 而且他有租来的车辆 9月14日中秋节当天 宿门庆是下午6点多离开的周平弟弟家 直到晚上快12点了 宿门庆才开车回了其父亲家里 在这五个钟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宿门庆为何要对关系密切的周平痛下杀手 他跑他追 他们插指南非 10月5日 警方在深圳将宿门庆及其女友小五活着 面对警方的审问 宿门庆交代了杀害周平的犯罪情况 宿门庆本就是个不劳而获之人 眼见周平穿金带银 出手阔绰 就想着捞上一笔 9月14日 宿门庆和女友在自己父亲家准备过节 此时周平却打来电话 让他必须陪自己到弟弟家一趟 然而宿门庆和周平待一起时 女友小五又疯狂来电 宿门庆是又急又怕 离开周平弟弟家以后 周平在车上就要求宿门庆展现雄风 SUV检阵恢复平静以后 周平又向宿门庆提出 要一起到张家界玩玩 那你明天我不去的话 那你就这样 那我就去你家里 我说你是不是要这样 他说 师父你今天把我给弄死 宿门庆平时就不怎么听话的人 此时倒是非常听话 他在车里用自己的胳膊当场勒死了周平 杀死周平以后 他将尸体扔进了水井里 快12点了 他才开车返回街女友回城 宿门庆上车回城的过程中 他在车上发现了这个被害者 这个一个女性的一个钱包 一个手包和一个手机 这个胸膜 这个谎 骗他说 是火同别人 抢劫 一个女的 手 死了一个女的东西 宿门庆还说他抢了一些项链和戒指 小五听闻此言 心里暗喜宿门庆干得漂亮 他们将周平的手机和钱包扔在郊外以后 二人便来到典当行将戒指项链变卖 卖了钱以后 宿门庆又提出到抢劫现场去看看有没有人报警 当他们开车快接近抛尸现场时 恰好碰到一辆巡逻的警车 耗子见到猫还不撒鸭子跑路 于是二人又开车返回城里归还了车辆 此日周平的弟弟就打来电话质问姐姐周平的下落 宿门庆知道自己肯定要被查到 于是带着女友小五逃去了深圳 故事的最后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还要将锅捅个窟窿的宿门庆 以及明知不义之才的却要笑纳的小五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晚安 晚安元宝们